挺难说的 有时候快的话 一天两天 但是如果慢的话 有时候一两个星期 也是有可能 取决于这个track是什么样的 如果是特别个人 我可能会有些决定 我会做的 现在会做得很快 所以我不想拖得很长 拖得长了以后 你对他的感受会变化 对 所以现在就希望 会更希望高效率的做事情 Hello I'm Han Han You can also call me Goose This is my against the clock You can call me 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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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度假 其实我平时会在一个更小的工作室里面 里面都是我的合成器什么的 然后但是其实用下来 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大的可能是这个吧 这个 The Monom 这个Arc 因为这个基本上教会了我怎么用 怎么用Max 基本上用它的过程就是学Max 因为你要经常Debug 所以它的印象非常深 当然还有这个Monom 就是学习的过程 应该差不多有三四年吧 我觉得对我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自己有一个特别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一旦熟悉了这个声音以后 其实 会对制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就知道这个声音是 在外面放出来会是什么样 有时候我也会说 在Club里放出来是这样 我回来在我的录音棚里听 那这样有一个对比 其实对于制作还是有挺大帮助 最近 最近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 Midi Fighter 就是Twister 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一个是非常可靠 还有一个就是 它有一些自己特别的模式 是别的controller可能没有的 就是最主要就是它的那个 它有一个Midi的模式是 前后的一个方向的 所以用这个的话我其实我做了一些 Max Live的插件 然后就是 非常符合我做歌的习惯 所以对就是这个controller 因为我基本上现在都在用电脑 硬件虽然有很多但是现在都不用 因为电脑加上一个简单的控制器 其实非常快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 还是一个 还是对于 频率 frequency 的控制 然后对于 这个频率的了解 其实也是 一方面是 几年的经验 还有一个就是和我 用我的那些硬件 其实有关就是我从硬件里会学到 这个频率是这样 那个频率是这样 FM是怎么样 AM是怎么样 RM是怎么样 所以然后我再把这些东西都 用电脑里 用数字的软件 不管是Max MSP还是Ableton 去实现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的 可能是我 声音里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对频率 比较在乎 特别的频率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 可能还有一个是 湿针吧 就Distortion 这边 就是因为 可能 原来是弹极 那个时候用一些湿针的 Paddle 然后实际上 那个对于湿针的理解 是它是比较极端的湿针 但实际上 这两年开始做很多的 Mixing Mastering 所以会对 Distortion 或者Saturation 这个东西 有更多的理解 这也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会去研究和体会 Distortion在硬件 软件 不同的设备上的区别 然后这个也就是慢慢的会发现 其实很多歌的 很多歌的它听感的区别 其实是来源于这个 但是Distortion的很多种 我是觉得可能有 如果你用一个工具的话 就用到去比较深的去研究它吧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这种Dot 其实都很厉害 不管是这个 Appleton 还是什么 Studio One 什么其他的 都很 我觉得都现在都很全面 不一定是哪个 没有什么好坏 设备上 就是刚刚在Subcode 下面出了那个Rusted Silicon 我的第二张个人的专辑 然后也是我目前为止花了最多的时间 在上面的一张作品